亞洲、萬里通、馬可、渤羅會、國泰這三個字 相信大家在過往都聽過很多次 經常聽到其中一個字就會聯想起其餘那兩個字 但都問到它們有什麼分別的時候 你又未必答得出 到底它們是什麼來的呢? 到底背後它們有著什麼關係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伊典 今次我將會跟大家做一個導覽 講一下現在國泰航空目前最新的會員計劃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如果你想了解多一點就一定要把這條片看到最後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開始 在早期的時間國泰是各自設立了兩個計劃 分別就是馬可渤羅會和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計劃 馬可渤羅會是屬於國泰航空和當年國泰港龍航空的飛行常客會員計劃 透過向新會員收取一次性的入會費用區分一般的顧客 和對國泰有忠誠度的顧客 而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計劃 就是當成功入到馬可渤羅會之後就會自動分配的一個戶口 顧客就可以透過搭國泰或環園一家旗下航空公司的航班 去累積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計劃 但明明兩個計劃設立都是有差不多的目的 其實是沒有必要分別去營運兩個獨立計劃 所以在2022年8月份國泰將這兩個計劃合併 變成全新的國泰會員計劃 顧客不需要再給入會費 直接免費在國泰網站登記成為他們的會員 自動獲得最入門的會員級別 即是綠卡的級別 當申請完會員戶口之後 他們就可以同樣透過搭國泰或環園一家旗下航空公司的航班 去累積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的理數 所以簡單概括現在國泰旗下只有一個會員計劃 就是國泰會員計劃 會員可以透過搭飛機或其他方式 就可以存到飛行理數 即是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 馬可撥羅會就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樣大家可以留意 承接以前馬可撥羅會的區分準則 國泰現在是有四個會員級別 由最入門去到最高級的順序分別 就是綠卡、銀卡、金卡和鑽石卡 一年內透過累積一定數目 就可以升級或維持現有的會員級別 當然越高級的會員就越難去保住級別 至於不同會員級別的專屬例如詳情 是可以參考Description Box裡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慢慢看看 至於如何在國泰會員計劃內 累積積分從而升級會員級別 或者保住現有的級別 基本上可以分兩大類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搭國泰或環遇一家旗下航空公司的航班 除了可以累積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之外 同時你也可以存到會積積分 加速你升級會員級別的速度 第二個就是透過日常信用卡消費 因為當你用某一些跟國泰有合作關係的信用卡 簽夠一定的金額就會自動送會值積分給你 那就可以不用飛都可以存到值分 至於是什麼信用卡之後會開一個全新的Playlist 跟大家說一下敬請期待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問 怎麼才知道每程機到底會存到多少飛行李數和會值積分呢 如果我乘搭國泰的話 最直接就是去官網打完資料 進去選航班的位置的時候 當你按價錢就會在彈出來的框框看到會值積分和亞洲萬里通李數 這樣就會最快可以提到實數 如果想乘搭國泰有合作的航空公司呢 可以透過國泰航空官網的飛行李數計算器去計算你計劃的旅程當中 會賺到多少會值積分和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 至於連結也都放在Description box那裡了 按進去之後你就選擇其他航空公司的格格 這個時候你就選擇你自己的航空公司 簡單進入旅程的出發和目的地 還有客艙艙等然後就按計算 當它計算完之後你就會看到各自的紙艙位的級別 即是括弧英文字再細分那些 那出發結果就是你預期會得到的會值積分和亞洲萬里通的李數 今次就跟大家大致講了目前國泰的會員計劃是什麼 希望今次講完就可以幫大家認識多些這個計劃的會值制度 至於怎樣可以賺到更多的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李數 去加速你換免費機票的速度呢 其實我已經出過好幾段片全部放在飛行李數基礎概覽的playlist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完它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幫到你不妨在下面給一個like comment 和share給身邊都想開始做李數的朋友看吧 未subscribe的你也可以去下面按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順便按旁邊的鐘仔 未來我更新關於飛行李數和不同航空公司的飛行體驗的時候 你都可以即時知道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很快再見拜拜